什么破地方 过个车飞我一沿途 脏死了 行了 你别抱怨了 我说了不来不来不来 你非要为我过来 那我姐她今天过生日呢 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让你来了怎么了 你姐过个生日 你给她打个电话 问问一下不就行了吗 还非要过来 这大老远的 这穷上屁上有什么好待的呀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她是我姐 从小都是她把我带大的 那么多年她也不容易 现在她过生日 我回来看她不是应该的吗 什么叫应该 什么叫不应该 你就是不过来看她 她敢说什么 再说了 你又不是 好长时间不过来 你三年五天的就过来 每次过来还给她买东西 你买东西 买东西干什么呀 不是浪费钱吗 说的什么话呀 我看我姐买点东西怎么了 我什么时候三年五天来了 有那么夸张吗 你看你让你给我来一趟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叨叨没完了 我就得说 你姐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呀 你说什么呢 有完没完呀 马上到我姐家了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呀 不能 我不开心了 你还不让我说了 给她买两项东西 想想我都气 你怎么不把超市搬过去 今天我还告诉你了 只要我姐有需要 别说超市 她又要个商场 我也给她买回来 我花我自己的钱 你管得着吗你 你有钱啊 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再说了 你挣的钱不是咱们家的吗 花钱给一个外人买东西 这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说什么呢 谁是外人啊 我不许你这样说我姐 再说了 我花我自己挣的钱 给我姐买东西 你凭什么在这里说我呢 我要是花你的钱 你还不知道怎么说我呢 我今天不想跟你吵那么多 一会儿到我姐家 你少说两句 我不说话行了吧 今天我过生日 我妹妹跟我说 她过来呢 这怎么还没过来呀 姐 燕子 我这说说你们两个呢 你们两个都来了 你今天过生日呢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随便买了两项 你说燕子 花那个钱干什么呀 不买东西来看看街就行了 走走走 赶快回家 走 我就不进去了 哎 强子 这来到家门口了 怎么能不进去呢 再说了 我一大早呀 我就把菜买好了 买七八糟的怎么进去 姐 她不愿意进去 咱俩进去 不用管她 走吧 那怎么能停呢 这强子都来了 不能让她站在门口吧 强子 这到底怎么了 没事 你们进去吧 你们进去说 我在门口等着 这 这怎么能行呢 你再也不这样吧 燕子 这饭呀 我也别做了 走 咱今天 下饭店 我在饭店吃过了 我就不吃了 姐 你不用管她 那什么 她可能今天还有事呢 要不然这样吧 我也不回去了 东西你拿着 燕子 你带回去 我不要 姐 我给你买的 还有啊 我也没给你买其他的东西 这里有三千块钱 你拿着 哎呀 燕子 你给我钱干什么呀 我就想着你拿着这些钱 你想吃什么买点什么 想穿什么 你就买点衣服 哎呀 这个钱呀 我不能要 你们这个钱也不容易 哎呀 姐 我现在自己能挣钱了 你拿着吧 燕子 这咱姐都说不要了 怎么还给啊 说什么呢 姐 你拿着啊 哎呀 我说燕子 哎呀 别拿出来了 那好吧 那既然你给姐的 姐就说下了 哎 姐 你看你一年才过这一次生日 今天我就不能在这里陪你吃饭了 燕子 你看 那 姐就不留你们了 行 姐 有时间 我再回来看你 我们走了 哎 等一下燕子 啊 我家里啊 我弟弟摘的青菜 我都摘好了 你带回去 哎 你怎么回事啊 干你在这吃饭你还不吃 你白脸子给谁看呢 在这能吃什么好饭呀 燕子 我还没说你呢 你出手怎么这么大方呀 一下子就给三千块钱 三千怎么了 那是我自己存的 你自己存的不也是我的钱吗 我让你给了吗 你家是开金矿的呀 我要你管 我想给多少给多少 行啊 我不是嫁给你 不是卖给你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哎 姐 哎 强子呢 哦 她去买烟去了 哦 给 燕子 这是青菜 你拿着 哦 那行姐 你好好的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那好 我知道了 不过这今天 姐呀过生日呢 我就准备啊 让你和强子 在这吃吃饭 咱们绕到家常 真没想到呀 这强子 她说她有事呢 姐 她这次真有事 等下次 下次我们一定在这吃 那好吧 你看你们两个 正在这里呀 都过来了 连口水都没喝 这姐心呀 还怪不好受的 没事的 姐 你跟我还那么客道呀 我走了 强子的衣服该等着急了 嗯 那好 你回去吧 啊 我知道了 行了 你啊 因为去我姐家一趟 你都摆臭脸 摆了一天了 有完没完呀 没完 你想怎么样吧 你说 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不就去看看我姐 买了几箱东西 给她点钱吗 你至于吗 那你给你妈钱 我还没见你一番呀 那我妈给你姐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 我姐心疑苦 我爸我拉甩大 她容易吗 现在我有能力了 我去多看看她 给她一点钱 怎么了 你有能力 你能力大得很 一下子给三千万家 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 你给一两百 意思意思不就行了吗 我就给那么多 怎么了 啊 我花我自己的钱 我还没有做主的权利了 你自己没本事挣钱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说什么呀 有本事你出去挣钱呀 你一个月挣一万多 到时候你再回来收我 是啊 我就是挣一万多 又能怎么样 我我挣了再多的钱 你还是拿给你姐 三年五天呢 给你姐买东西 你给她开个招式 给她开个银行 你就是不可理喻 我不想跟你吵 你不想给我吵 我告诉你 这个事还就没完了 以后 你去你姐家 我没意见 不过你不准给她买东西 也不准给她拿钱 行什么呀 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 你管不住我 我想买什么 我就买什么 我管不住你 你嫁到我们家了 就是我们家的人 你的所有东西 还有你的钱 都是我们家的 我凭什么管不住你 你以为你谁 我不以为我是谁 崔志强 我只是嫁给你 我还有自己做主的权利 我不是卖给你 你在这给我喊什么呀 咱们两个结婚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你天天给你姐拿东西 还给你姐钱 以后咱们的日子 还过不过了 你对你姐好 那你姐对咱们 哪里好了 她给咱们拿过什么东西 拿点破菜呀 吃几个钱 就这点破菜 我真的一点 一点都不想看着 怎么这么多钱呀 钱 怎么那么多钱呀 怎么回事 你拿过来 喂 姐 我到家了 那个你不是光拿了青菜吗 里面为什么有五万块钱呢 你说的那五万块钱呀 是姐给你们的 给我们的 姐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燕子 你看 你每次过来呀 都会借钱 其实呀 姐都没花 都帮你们存着呢 再说了 中央有地 又卖点粮是什么的 姐 我给你那些钱 不都是让你花的吗 你干嘛存起来还给我呀 燕子 姐呀 一个人 用不了多少钱 再说了 我以后还干什么呢 你看 一个墙子 你们两个也不容易 这以后花钱的地方多 我怎么会要你们的钱呢 可是姐 你这些年 日子过得已经够苦的 现在好不容易 日子好一些 你还把这些钱给了我 那你怎么办呀 燕子 你别说了 这以后呀 慢慢的就会好起来了 姐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只要你没过得好 你什么都强 姐 行了 燕子 你别说了 姐呀 告诉你 以后你再来的时候 别让墙子来了 这今天呀 姐看出来了 这墙子不太高兴 这以后呀 你不要再给姐钱了 姐 墙子没有不开心 她今天真的有事情 你就别再为我的事 担心了 行 老爷 别说了 姐知道 不过 你前往不要跟墙子吵架 我知道了 那行 那姐还等着上帝呢 我先挂了 哎呀 我知道了 你姐她在多点事 等会儿把这些钱存起来 你凭什么存 你有什么资格存 你刚才没有听到吗 这些钱 都是我姐这么多年存下来的 还有她卖粮食 卖数的钱呢 你有什么资格存 这是她给咱们的钱啊 她给你 你有脸花吗 你有什么资格 你给我拿过来 你刚才是怎么说她的 啊 你不是觉得 我给她三千块钱 就给她很多了吗 现在她拿出来五万块钱 你怎么不说 那她给你钱是应该的 谁要拿给你姐的 她是我姐怎么了 她不欠我的 这辈子 是我担她的 你什么意思 那给这钱也不要了 拿来 你凭什么拿 崔世强 经过这件事 我已经看明白了 在你心目中 任何人都没有一点位置 金钱才是最重要的 像你这种人 我也算是看明白了 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永远只为自己考虑 从来都不替别人着想 谁不为自己考虑啊 现在这是什么社会啊 自己有钱才是玩弄 不是你傻不傻啊 我傻 我要不傻我能嫁给你 嫁给你这种人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还听不明白吗 这种日子 我一天都不想过了 我不想给你这种 一点感恩之心的人 我不想给你这种 一点感情都没有的 冷血动物 一起生活 李燕子 你为了你姐 能给我说出这样的话 我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吗 你为了这个家 你为这个家做出什么了 你每个月就赚那点工资 在家里跟个大爷似的 不都是我 下了班以后 伺候你吃 伺候你喝吗 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上 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上 为我考虑 为我着想过 你只会一味的谴责我 就连我跟我亲姐一点钱 你都在这里唠叨叨叨的半天 你算是个男人吗 我不好 你姐好 找你姐去 给你姐过去吧 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 崔志强 这种日子 我一天都不会再给你继续下去了 明天咱俩就明正举举见 我不怕 你吓我谁呢 你给我滚 这是我家 你赶紧滚 我又不找你动手 我自己会走 你就等着后悔吧 自私自利的人 我后悔 我一个就都不会后悔 还不走 再不走 我动手了 你动手啊 你动手一个试试 不 打呀 你打一个试试 崔志强 你什么你 我真后悔 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了 嫁给你这种人 我永远都不想见到你 真是气死我了 因为她姐给我吵了一个大架 我打下来 我 我刚刚刚就叫她 我让你在那儿 拍手